OK,那么这个地方呢,咱们刚才啊,其实在这儿接收了一下这个ID,但是呢,咱们并没有执行查询,只是编写了一个什么执行的那个方法,对吧,然后执行方法直接返回了,啊,在这里边呢,哎,就直接,啊,返回谁啊,是不是直接就返回了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四不串,对吧,就是一个页面嘛,哎,就是直接跳软了一个页面啊, 然后在这个页面中呢,我们先来显示谁啊,就是左侧的那个分类,对吧,显示左侧分类,然后这里边我们需要进行关联的一个查找,所以说呢,我们直接从哪啊,是吧,直接,因为session里面有数据啊,直接从session中来获得我们一级分类的数据了,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配置,对吧, 那个一级分类上的二级分类的那个集合,lazy等啥呢,哎,等于force,啊,等于true呢,就不关联了,那是这意思吧,好了,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搞定这个第一步的操作了,就是,哎,这个左侧的那个关联的查询啊,OK,然后我们接下来呢, 这时候就要干什么了,是不是显示咱们的商品了,现在咱们得显示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些个商品了,那怎么显示啊,而且这是不是一个带分页的显示啊,对不对,那我们之前呢,应该做过分页的显示,哎,好了,我们现在要查询,是吧,商品, 然后呢,再是带有分页来显示我们的商品,是这样吧,那这个怎么玩,哎,这怎么玩,好了,那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要去进行操作了啊,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要回到这个页面上,就是回到我们的商品的显示的页面上,这里边要包含哪些信息,要包含哪些信息,是不是商品的集合,哎,我们在这里边啊,最后我们回到哪啊,回到就是我们的商品的列表页面, 那咱们这个查询商品啊,现在要显示商品列表了,哎,这是显示呢,我们的商品列表,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商品列表页面的时候,它里边需要包含哪些信息啊,首先是不是商品的集合需要有,对吧,就是我们的商品的一个集合,还需要有谁,因为我做分页的话,页面中还需要有哪些信息, 是不是需要有当前的页数啊,对不对,哎,当前页数,因为你只有知道当前页数的话,你才能进行加一或减一,就是上页和下一页的一个操作,对不对,然后除了这个之外,还得知道谁,总页数啊,你说还得知道总的页数啊,因为我们到最后一页的时候,就不能再让它往后了,是这意思吧, 哎,除了这个之外呢,还应该有什么,还应该有什么,是不是每页显示的记录数,对吧,每页显示的一个记录数吧,对不对,哎,OK,然后还有什么呢,就是你这总页数的计算,得根据谁来的,得根据一个总的记录数,对吧, 嗯,你是不是得根据总的记录数,才能算出总的页数,所以说呢,我们一般都会像这里边需要有这些个数据,那么,好了,我们怎么把这些数据带到页面上呢, 哎,我们要将,对吧,后台的这些个数据带到页面上,那么我们首选肯定是直战,肯定是直战往回传吧,但你往回传的话会有什么问题,你想,我直战是保存的太多了, 这是不是一集合啊,这是不是那个页数,你是不是得直战存集合,直战在存页数,直战在存什么,总的记录数,总的页数,是吧,那你这样是不是挺麻烦,怎么办,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些数据封装到一个,哎,分页的类中啊,对不对,来进行,最后把这个类,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呢,将这个类,啊,将这个什么,分页的类保存到哪啊,保存到我们的直战中,就OK了,对吧,就不需要你在直战里面存四五个数据了, 你直接把这个类一保存,是不是就OK了,所以说在这里边,我们首先先去,哎,封装,一个,咱们叫啥呀,一个一个配置病吧,可以吧,哎,就封装一个分页的病,那么我把这个类呢,就写到哪去啊,就写到呢,我们的,哎,这个UTILS里,咱们的UTILS呢,是这儿的吧, 我就在这里边再新建一个类啊,这个类呢,我就叫配置病,可以吧,哎,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分页的类的封装,啊,分页类的一个封装,那么这里边咱们都知道需要哪些数据啊,是不是当前的页数,对不对,还需要什么,其实这个咱们就印的就行了啊,印的, 然后这个呢,总的记录数,我就叫TotalCount,我这里边每一个给你写上啊,这是我们的当前的页数,这个呢,是我们的总的记录数,然后,哎,还有一个总的TotalPage,啊,这个叫什么,总的页数,可以吧, 然后,还有一个就是每页显示多少条,这啊,这Limited,这就代表什么,每页所显示的记录数啊,每页显示的记录数,对吧,最后,是不是还要有一个集合啊, 但这个集合,什么集合,比如说我现在肯定是要做一个商品的集合吧,对不对,这是每页所显示的那个数据的一个集合,是这样吧,但这样写好吗,不好,那你假设我要以后做后台,后台是不是也要这样去封装,对吧,我要做二级分类的一个分页,你是不是也得这么封装, 那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得写上二级分类的,然后如果我还要做什么订单的分页,你这儿是不是还得有,这里边是不是还得传订单,那我是不是也做好几个配置币啊,那这是不是很麻烦,怎么办,哎,犯行了,我这儿写个什么,T,你这儿就写谁啊,T,这就可以了,哎,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就生成get set,可以吧,这个配置币,咱是不是就封装, 完毕了,哎,封装完毕了,然后呢,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,哎,要干什么,哎,现在我们就需要来完成查询了,啊,就要完成查询了,那完成查询的时候,我们现在因为我一点它,啊,咱们回到这儿,我一点这个,是不是就要查询我这商品,而且它应该查询是第几页的数据, 肯定第一页吧,对不对,你一过来肯定应该查询的是第一页的数据,所以说我们应该把刚才的那个链接上再多传一个参数,对不对,除了传CID之外,还得传一个什么,当前页数,你要查的是第一页,是这意思吧,哎,你得传一个配置过来, 或者你这名换一个,叫什么CurrentPage,什么都可以,对吧,我就叫Page,啊,Page的E,OK吧,那么在Ason里边,我是不是就得接收这个当前的页数啊,还是在我们的PortetAson里边吧,对不对,我这个时候呢,还得去接收,啊,接收当前的页数,对吧,那我们就写一个,嗯,印它,配置,对吧, 然后在这里边,是不是就对它生成一个什么,Sight,对吧,哎,这是用来接收我们当前页数的啊,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怎么做了,好了,他说完成查询,这时候你需要传递,啊,一个当前的页数,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调用,哎,Service来完成查询了, 对吧,那么我们现在就调谁啊,是不是叫ProductService.Find,嗯,什么呢,咱那叫FindPage,写个CID吧,这什么意思啊,是不是根据CID的查询,然后带有分页了,对吧,这是,哎,根据我们的一级, 分类,查询,商品,啊,查,询,商品,而且还得是什么,带分页的,查询,对吧,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需要传哪些算数, CID肯定得知道,对吧,属于,你说我不可能,一点这个男装女装,你给我查出来一双什么鞋吧,对不对,也不能给我查出来一些什么家电, 我是不是在点他的时候才能查询那些上面,所以说你是不是得根据CID进行查询,对吧,然后还得怎么做,还得知道你要查的是第几页的数据啊,对不对,你是不是得传这两个参数,对吧,传这两个参数, 然后这个地方它会返回一个什么,哎,便直接返回lis的,大家返回啥呀,哎,pagebin呢,因为这pagebin里面是不是就有那list啊, 还有我们想要的什么总的页数啊,当前是第一页这些所有的数据,对吧,所以说我们这儿直接返回pagebin就可以了, 里面放了范形的具体类型,是不是这样,哎,ok,那么我们只需要在service里面是完成这个方法就可以了,对吧,这是我们的根据啊,一级分类的CID,然后带有分页的查询商品,是这样吧,那么在这里面怎么做呀, 最终我们只要返回一个pagebin是不是就可以了,所以说我只需要在这儿写一个pagebin,哎,注意,听啊,这个地方,因为这是带分页的查询了啊,又一个pagebin, 是这样吧,这是不是就有个pagebin,最后我说要把这pagebin返回,但是这里面现在是不是什么数据都没有,因为你是刚刚拗出来的嘛,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把一些相应的数据计算完以后,返回给他,对不对,怎么做,第一个,我们就先设置谁啊,设置当前的页数,这个好设置吧,是不是就pagebin.site谁,配置,是吗,他一传,第一个有了吧,第二个,我们要设置谁, 是不是设置咱们每页显示的那个记录数吧,这个怎么显示,是不是setlimit啊,那这个每页显示多少个呢,哎,你不用显示太多了,嗯,咱们显示,八个或者十二个就行了,对不对,哎,这个你自己决定吧, 那我就在这里面显示八个吧,那我就在这里面先定一个limit等于八啊,是不是直接把这limit给他存进来就行了,因为我后面还需要用到这limit啊,所以说呢,我就把它定义出来了,不直接在这里面写数字了,对不对吧,好了,设置好这两个之外,我们还要需要设置谁啊, 是不是总的记录数,你总页数得先根据总的记录数获得,你得先知道总的记录数才可以,对吧,就total count,对吧,我先给他定义一个值,然后这个值应该怎么计算出来,应该怎么计算出来,是不是应该去数据库里面查呀,你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条记录,对不对,我们应该是不是调用,或者data,du啊, 对不对,叫find countcid嘛,在根据我们的cid查询,它下边所有的商品的总的个数,是意思吧,所以说在这里面啊,咱有一个这个方法,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查完了,那你只需要把这个设置到我们的配置并中,是不是就可以了,对不对,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得去设置 总的页数啊,怎么设,那你是不是就total page,先给它来个0吧,然后怎么设置这总的页数啊,是不是得对它取余啊,对每页显示的数据取余,也就是说如果我100条记录,每页显示10条,那我应该是10页,但我如果101条呢,是不是11页了, 你说得根据每个记录数取余,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去判断,如果我们total count取余,这谁啊,limit等0,对吧,那我的总的页数应该等什么,是不是应该等于总的记录数除以limit, 否判断,否判断除它加1啊,对不对,后边再加1,其实你想这个啊,有更简单的写法,比如说三元预算符,可以,还有比这还简单的,谁啊,就这个,就那个mass.sill, 哎,就这个,这是干啥啊,是不是向上取整啊,如果你这样去除它的话,能整除了,是不是就OK,不整除,它不也向上取整吗,是那意思吧,所以说是不是有更简单的写法,哎,这个,我就先这样写了啊,可以吧,不是向上吗,你等于1.0001,它也等2, 对吧,也是2啊,所以说你除不开的话,它就会自动加1了嘛,相当于是,对不对,啊,啊,写上啊,注释掉啊,好了,这就是,啊,mass.sill,对不对,哎,里面就写上一个,他出他,是吧,哎,OK啊,好了,那我这总的页数是不是有了,有了之后,我们是不是得,设置啊,对吧,是不是就pagebin.sit, total page把它传进来,是不是这样,最后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每页显示的那个数据的一个集合呀,是这样吧,那么这个集合,我们是不是应该是查询出来的,是不是应该是查出来的,所以说我们应该是portart.do, 然后呢,然后呢,来进行的一个查询,咱们叫啥呀,fundbycid 对吧,那么这里边需要传什么,cid肯定得传吧,然后我们的分页查询,在传谁,从哪开始,每页显示多少条,是不是得传这两个,那这两个,我们是不是得自己去计算一下, 诶,这是从哪开始的,怎么计算,怎么计算, begin,在谁啊,然后每页显示多少条,大家是不是知道了,就是那个limit嘛,是不是,从哪开始怎么算,这个咱们应该算过了, 所以我们配置减一乘以limit,对不对,就是当前的页数减一,乘以每页显示的记录数嘛,不就是它从哪开始了嘛,对不对,你第一页不就从零开始嘛,对不对,第二页不就是从,应该咱们现在每页显示八,是不是就从八开始,对吧,那你这儿是不是应该把谁传进来, begin和limit, 是不是这样,那他是不是就查到这集合了,然后咱们在这里面,pagebin.setlist,对吧,把这list往里一存,这时候我们pagebin的数据是不是就全了,那你只需要在我们的do里面完成这两个方法,是不是就OK了,对不对,那我们就来写这两方法,这是一个, 然后这儿呢,再来一个,对吧,这就是我们什么,根据分类的id来查询什么,商品的个数,下边呢,这就是根据什么,商品的id来,不是商品的id,就是分类的id来查询我们商品的一个集合, 好,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怎么写,查询这个个数在这儿,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写一个hql,对吧,hql,怎么写,你如果直接写个,这样,selectfrom,谁呀,这就是selectcount,对吧,统计个数嘛,selectcount, 那星,from是谁呀,不说,你如果这样写,行吗,不行,这是啥呀,这什么,这不就是把所有的商品,各个分类的商品,全都给弄出来了,对不对,我现在是不是用某一个分类的个数, 你这样写肯定得出来的是,什么家电的,还有服装的,还有什么,所有的商品的总的个数,对吧,我得要查某一个分类的,怎么做呀,啊,得写个,where,后面写啥? CID,你这个坡大里有CID吗,没有,怎么玩啊,怎么玩,那么如果你现在要想做查询,我不说了吗,他来拐弯查询了,你商品是不是得,有二级分类,二级分类是不是有一级分类, 所以说你得这么去拐过来,那拐过来的话,你的商品是不是得跟二级分类有关系,二级分类和一级分类是不是已经配完了,对不对,所以说呢,我们需要来配置一下他们的关联关系,我们需要呢,在这儿,配置谁呀,配置我们的二级分类和商品的一个关联关系,怎么配呀,那么就在这儿, 找到他们的映射,对不对,这不商品吗,商品里面,我给点错了啊,商品的实体,这是不商品的实体,我这儿是不是预留了一个,这不是二级分类的那个,外建吗,对不对,但是现在不能存外建吧,得存的是二级分类的对象,Kate Gray,Second,对不对,商品这边是不是多呀,二级分类是一,对吧,所以说我们在这儿, 要这样去写,哎,是不是提供Kate Set,对吧,然后呢,在二级分类里边,其实我们二级分类的查询呢,不需要关联它所有的商品,对不对,所以说你这个集合,配不配呢,其实就无所谓了,是这意思吧,但是,咱们都给它配上吧,这是配置什么,商品的集合,对吧, 因为我二级分类里边,是不是跟商品是一句多的,所以说我在这儿,就配置一个谁呀,商品的Size,就是ProDux,然后这个呢,就叫ProDux吧,等于new一个HashiSize,然后ProDux,对不对, 然后在这里边,我们是不是就生成,get Set,对吧,那生成好了之后,我是不是在商品里边,配一个什么,就配一个mini to one,对吧,mini to one的名字叫,商品里边的二级分类的名字,叫Categorate Second,对吧,然后这里边要配一个类的全路径, 还有呢,一个外界,这时候它俩的外界是谁呀,是吧,二级分类的ID呀,对不对,二级分类的ID,然后这个类呢,就是我们的二级分类的一个全路径,对吧,二级分类的全路径,OK吧,然后在我们的二级分类里边,在上边这儿呢,是二级分类,与我们的一级分类的一个关联,那下边,这二级分类的一个关联, 二级分类,是不是还得跟商品有关联,对吧,这是我们的二级分类,啊,与我们的商品的一个关联,那么,我们在这个地方,是不是就得配一个set,然后set的名字叫,Products,然后里边是不是写一个key,这key呢,哎,就是column,谁呀,cs,id,然后在这下边,配一个one to many,对吧,写一个class, 就是我们的商品的这一端的类的全路径,对不对,好了,这是不是就配好了,对吧,哎,这时候咱就配好了啊,配好了之后呢,我们刚才那个hql要怎么写,哎,要怎么写,嗯,到哪去了,这个do,对吧,在这里边,好了,咱们再来看一下,哎,就这儿呢,where,谁呀, 谁呀,咱们再来看一下,就给他写个p吧,在后边写谁,p点啥,哎,我这个商品对象里边是不是有二级分类,是不是叫categradesecond,注意那个是属性啊,se,cund,这个名字是谁呀,是不是我商品里边的,这个属性名, 因为是不是商品里边有二级分类的,这个属性,然后二级分类里边有谁,是不是有一级分类,categrade,看到了吗,所以说你在写他的时候,写个他,再点,categrade.cid,当于,看到了吗,哎,你得这样去写,啊,你得这样去写,啊, OK,然后把这个cid,是不是就传过来了,哎,就传过来,啊,OK,这是这个写法,然后呢,我们写好了之后啊,咱们来,干什么,执行一下,叫,嗯,getheavenit template.find,对吧,执行我们的html,后边再传出谁啊,cid, 这时候他得到的其实是一个list,啊,是一个list,然后我们在这里边都知道,统计出来的数字,它的范形应该是什么,是long啊,但是我最终要返回一个int,怎么返回啊,哎,咱们判断一下吧,啊,如果,其实我这个集合肯定不为空了,对不对,那,啊,如果你要做的一条记录没有的话, 可能就为空了,对吧,list.size大于0,那么我在这儿要怎么写,是不是就retendlist.get0.intvalue,这不就给转成int类型了吗,哎,就给转成int类型了,啊,那这个数咱现在是不是有了,哎,接下来,这个商品的集合呢,那这个时候吧,也麻烦,啊,因为这里边呢, 我们要撒表关联吧,因为它最终的那个条件是cid,对不对,我现在肯定要三个表联合查询,才能查到我们所属一级分类的那个id是谁,那如果,哎,我就把这表,这个关系给你列在这儿,就,你就看左边这撒就行了,那我现在假设一级分类的id是1,能不能查一级分类id为1的所有商品, 用circle语句怎么写呢,怎么写呢,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,slide新,from谁啊,ket great,这是不是一个表,ket great,second,s,这是俩表,第三个表,per,dark,p,这是不是仨表,怎么办, 接下来呢,怎么写条件关键事,怎么写条件,而且我现在只要商品的信息吧,我这是不是p点行呢,后边怎么的,条件是啥呀, 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是不是有关联,怎么写,c.cid等于cs.cid,这是一个吧,按的cs的csid等于p点csid,对不对,完事了吗,还有最后一个条件呢,就那个cid呢,对不对, 那我就c.cid等于1,是不是这样,这是不是70多条全出来了,因为我这里边啊,就往一个分类里边去插了,对不对,如果你在往第二个分类里边去给它插一个商品的话,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了,可以吧,那我现在啊,就往第二个分类里边,我就插一个记录,啊,往这个商品表里边啊,我再插一个记录, 我就在这儿,再写一个,随便去写一个得了啊,这个呢就是,是吧,就把这上面这条啊,复制一下吧,对吧,然后这是名字,是吧,这个呢是,就不是热门的了, 然后啊,一个时间,时间就成个今天的吧,是吧,然后最后一个,嗯,二,咱得先把那个分类先给改一下啊,嗯,我就在这个,一级分类,二级分类, 一级分类属于二的是,鞋血香包,然后呢,我在二级分类里边,弄一个,二呢,这女鞋,女鞋就是九吧,是吧,就这九啊,这个ID呢,咱们就得给它改成九,啊,给它九,OK吧,然后,咱们把这前面啊,给它换一下,这叫什么呢,女鞋, 是不是啊,哎,但这图片啊,不一定是鞋的那个啊,不一定是鞋的那个,好了,我现在是不是,弄好了,然后呢,我们现在写好之后,咱们再来看刚才的那个语句,如果我在这儿,写个什么,哎,等于二,他是不是应该查到谁,是不是女鞋的这个,是不是个数就为一,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Circle,是不是已经写好了,哎,那我怎么把它改成HQL, 其实你改成HQL呢,你可以就像他这样去写,对吧,他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种写法,就是用Jone的写法,对吧,如果我们用HQL,你要用Jone的话,就简单了,其实,那么就简单了,啊,那么这个地方呢,我先把这个Circle给你粘过来,啊,先把这个Circle给你粘过来,哎,然后剩下的咱们这个HQL,咱们下午来写,啊,因为这个地方我还得帮你分析一下,他们之间的一个, 具体的写法,好了,我先把这儿呢,保存一下,啊,